汪女士花了两万零八百块钱给女儿报了模特班 她说孩子今年五岁 10月26号上午 她陪着孩子上课 课程结束后有个展示环节 展示的时候就是 那个当时老师是当着所有家长和小朋友的面 就把我们家孩子就是单独拉出来 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啊 当时的话我记得老师就是说 他上课不配合 然后不听管教 然后说老师说教不了他 让我自己回去跟他沟通 言辞比较 语气比较严肃 当时我也比较震惊 汪女士说 孩子当天的状态确实不好 可老师这样批评有点太严厉了 后来一段时间孩子的情绪都很低落 不爱说话 就不愿意跟你交流 你跟他去说话的话 他可能就情绪也比较激动 然后到后续之后就不愿意去上课 连因为当时上课是周六 过了不是周下周 开始上幼儿园了嘛 他就幼儿园也不肯去 孩子平时的性格上是怎么样 我们平时的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 汪女士带孩子去医院看了看 医生诊断是急性应激反应 建议心理疏导 他说孩子平时在幼儿园表现很好 就是在模特班受了批评之后变成这样的 极性应激反应的理解就是说在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反应 精神方面的心理的问题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跟他们交涉 看学校这边怎么处理包括退课的一些问题 杭州环宇影视传媒有心公司 在萧山广福中心三楼 在一楼电梯口突然有三名男子从电梯里出来 一位手上还拿着摄像机 记着电话联系上公司一位张总监 他说老师当众批评孩子这件事情不存在 王女士说当天孩子受批评 有其他家长在场 张总监说监控现在不方便提供 退费的事可以向公司申请 但是没有其他的补偿方案 之前那名负责人把汪女士拉到了一边进行沟通 汪女士后来给记者打了电话 说双方还是没有谈好 会走法律途径来维权 要不报告我们今天也记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